主播三千六百遍 看我今天遍現代菜山 攀一屑石 爬到一半 想放棄怎麼辦 不要放棄 跟人生一樣 慢慢爬也會到 專業攀樹師可不能慢慢爬 像猴子一樣在樹上攀來蕩去 靠爬樹賺錢 竟然可以月入十萬 這幾公尺高啊 這幾公尺 腳好恐怖啊 我現在調高保費還來得及嗎 GoPro攝影機先壯烈犧牲 台主師動輒在數十公尺高的 樹木工作 靠的是這一條條保命繩 我們三個一起坐在上面 沒問題 天啊 你確定你知道我幾公斤嗎 幾公斤嗎 幾公斤 我要爬那棵樹 樹枝的粗細 直徑至少要十公分出 就可以承受我們的重量 大概五百沒問題吧 熟讀樹木病理學 看出樹木的再重程度 不過接下來才是 攀樹師的真正任務 半空中修剪大樹 下面清空啊 下面清空啊 距離怎麼會掉在地上 我比較怕妳去跳舞 我先把我的臉保護好了 很費力耶 天啊 太難賺了 吊車到不了的地方 又不能讓大樹壓壞骨蹟 攀樹師的工作學問很多 修樹是減把 就是修了就回不去 每天飛上樹枝當蜘蛛人 全台灣這種攀樹師 只有五個人 想要成為月入十萬的 攀樹師可不容易 你得考上國際攀樹師執照 樹木病理學要通 而且還得在三十分鐘內 完成高十五公尺的大樹挑戰 小時候如果跟爸爸媽媽說 要爬樹賺錢應該會被打 現在他們滿開心的了 攀上高峰之頂 跳躍在綠印之間 3600行 原來爬樹也能出頭天 也就是說